感謝主持人 大家好 2020年8月9號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 乘坐空軍專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 開始了4天的訪台之旅 在這趟旅程當中 阿扎和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會議十分有意義 因為他是自從1979年之後 美國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官員 這趟旅程就是告訴共產黨 2018年美國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不是說著玩的 美國提升和台灣的關係是認真的 那麼地處美國島鏈防禦中的台灣 是不允許中共染指的 中共外交部無力的抗議 只能襯托出共產黨沒落的淒涼 當然了中共也不想束手就擒 反抗肯定是要做的嘛 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挑撥離間 就是利用台灣的親共媒體發表觀點 說是這次訪問是防疫的雙重標準 親共立委要求美國衛生部長居家隔離 人家訪台攏共四天的時間 你再給人家隔離一個星期 衛生部長這是訪台呢 還是來軟件的呢 這明顯是一個挑撥離間 不過美國的衛生部長也有手段 來平息這種雜音 所有的訪台成員在離開美國前的72小時之內 都要通過核酸測試 並且提交了陰性的報告 在他們到達台北之後 他們也沒有馬上開始行程 反而是再次警測之後 才能接受記者的採訪 這一下讓親共的一方無話可說 不過咱們可以有話可說 台灣政府應該把親共立委隔離七天 防止他們對美國訪問團做出自殺性的攻擊 把自己感染了然後再去感染人家 那麼美國衛生部長訪台的最大意義在於 脫離衛生組織能否建立一個新的全球防疫網 大家想啊 美國退出了世衛 台灣被中共擋在世衛的大門之外 這樣美國和台灣的合作 將會為未來的全球疫情和衛生情報共享系統 提供了一個亞洲和美洲的支點 阿扎出訪前對電視台的訪問中也提及到了這一點 他說的是美國和台灣是公共安全領域的重要長期合作夥伴 雖然沒有明說中共 但是他說對比某政權來說 台灣更加透明和負責 我們期待更多國家能夠拋開那個被中共滲透的世衛 加入這個新的公共衛生情報分享系統 這對全球是有利的 除了在台灣內部搞破壞之外啊 中共也啟動了軍事的口頭威脅 自從8月1號到9號 中共的媒體都為要求轉載中共軍機 在南海用雙語對美軍喊話的視頻 這就是赤裸裸的軍事威脅 不過這段視頻的結尾讓人看笑了 後面打出的是這個中共空軍宣傳文化中心 宣傳文化出來就是東嘴的唄 你要真想威脅人家 你怎麼不用總參出來威脅呢 這就叫做回拳頭啊 但是你共產黨不敢呢 美國也是認真回應了中共的軍事威脅 首先啊這個衛生部長做的不是民航 是做的美軍的行政專機去的 而不是做的民航 至於有沒有戰機護航 這個新聞沒有明說 在衛生部長訪臺之前的8月8號 里根號航母和另外一艘這個導彈巡洋艦 已經在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海域部署開始巡航了 那個意思是明確的告訴你中共 你的飛機出來一個試試 你是要被導彈擊中的還是要被戰機擊中的 你可以選一個 共產黨當然不敢出來了 所以它的宣傳部門動嘴啊 那不是嚇唬美國 嚇唬不倒 它只不過是給國內的憤青們製造一個幻想而已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 還有一邊看到